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19号之前 我们都荣幸地接到了维尔维卫视 要做三个小时的关于郭文贵爆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腐败问题 但是非常遗憾 当这个直播和采访进行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 我们却在电视画面当中看到它已经断播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 BBG和美国政府进行了长大几个月的调查 我们听说在断播的时候 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北京的代表对VLV的记者进行威胁 和有关中国大使崔天凯在这个节目进行中给这个VLV打电话 和北京的强制部门给这个在场的这个控制直播的张丁先生打电话 但时至今日 我没有看到BBG 作为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个关部门 给公众和纳税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至今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结果的解释 从BBG或美国政府的解释 关于此 我曾经和这个知名的华人律师叶宁先生 还有陈创创博士 因为我曾经和这个知名的华人律师叶宁先生 因为我曾经和这个知名的华人律师叶宁先生 两次到BBG的楼下和VOA的楼下进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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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解答案 求解答案 and ask for the results and answers 但是VOA的领导 至今没有给大家和公众 以及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 有一个合理科学的解释 but the leaders of VOA until today did not give any answer to the public and to both Chinese and U.S. people. 新闻的真相就在于真实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ate fact about news the truth is the life of news 新闻的生命也在于真实 the truth about new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know 如果 VOA不死和美国的新闻 普世价值真实的这种原则不死的话 我们希望BBG尽快地给出我们真相和答案 而不是因为我们到楼下抗议 由张经指示他的部下 让我和另外三位嘉宾 张经, we were told that张经 ordered me included and three other people to lose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e TV commentator in VOA 剥夺我们在美国的自由的土地上 尤其是美国政府的 VOA 发言的机会 A right of free speech on American land especially in U.S. government agency were deprived 在此也希望 VOA的领导能够重视段波事件 尽早地恢复对光贵先生的爆料的节目的继续 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 以及世界人民 知道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巨大的腐败的真相 so that the whole world can know how corrupted is Chinese government 新闻的真相是封不住的 the truth cannot be hide 要让那种 把新闻真相封住的那种想法和病毒 尽快地消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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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